方婉卿,你姐姐怀着孩子守寡,她命苦,本王不能不管她。 方婉卿,云儿是你姐姐,她体弱多病,有什么事你不能让让她。 方婉卿,就算你在向云儿,也始终不是她。 我气笑地看着周宇,即便是说出那么狠心的话,她脸上也依旧温润如玉,仿佛我初见她那般。 十四岁那年,我意外落水,使周宇救了我,从此我便一颗心沦陷。 后来皇帝止婚,我高兴得几夜不曾合眼,只是我喜欢了她整整三年,可从方心暗许到心灰意冷,也只用了三天。 我从不知道她喜欢姐姐,若我知晓,定会拼了命也去求陛下退婚。 可没有人告诉我,周宇更是从定亲开始便对我极好。 她性子偏冷,更是从不尽女色。 使人皆知与王殿下洁身自好,除了未婚妻,再无其他人能入了她的眼。 我便是这般,一点一点,泥足深陷。 十七岁,我坐上大红花轿,嫁到了羽王府。 夜里,我在她怀里含羞待怯,却也满心欢喜。 直到攀上顶峰时听到了云青二字,我顿时浑身的血都凉了。 云青是我姐姐的名字。 我在朝着周宇看去,她仍旧迷离着双眸看我。 口中却一遍遍呢喃着云青。 她喝了很多酒,怕是这会已经分不清眼前人到底是谁。 从前我只以为她对我有情,如今在看,她却是透过我看别人。 再回想从前,我落水那日正是长姐被指婚给五皇子。 那日我们全家都在宫里参加晚宴,我淘气出来瞎逛,却意外落水。 周宇那时不在殿中,想来也是不想看到方云青被指婚的场景吧。 我以为周宇是喜欢我,再不济也是为了顾全我的名声,才去求婚纸。 可如今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方云青。 三日回门那日,我家中无人,所以我也没能回门去。 因为爹娘说出成办事,很重要。 我不知道能有什么事比女儿回门重要,如果有,那只能是方云青。 果然,一个月后家中来信,说他们回来了,让我们也回去。 周宇准备了好多礼物,说她是女婿,婚后第一次登门,要郑重些。 可她怎会是为了我,果然,我看到了方云青,她一袭笑衣,楚楚可怜。 当初她和五皇子成婚后,便回到封地居住。 我知道一月前五皇子病故,正是我们大婚之后。 五皇子母亲身份低微,连带着五皇子也不得宠。 人去了,皇家没什么反应。 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一样。 原来爹娘没管我的新婚回门,而是出城去接方云青。 可我明明记得,皇家王妃是要守丧的。 我不知道爹娘用了什么办法,竟然能让方云青安然回来, 但这其中一定有周宇斡旋。 我尚在新婚,其实本该是高兴的事, 可现在因为方云青心寡而愁云惨物。 父母本就偏心姐姐,这会更是顾不上我。 我又看向周宇,她一贯冷静的脸上多了许多情绪, 我看得出来,那是心疼。 她一双眼睛毫不顾忌地落在方云青身上, 父母也忙前忙后地照顾着她。 爱! 我起身出门,想着适者为大, 毕竟方云青心寡, 这时候总不好全家乐呵。 我如此安慰自己, 其实我早已经习惯被人冷落。 听说我出生那日父兄被山贼劫持, 父亲重伤,七岁的大哥允命。 从此我便背负了灾星的骂名, 就连母亲都不肯多看我一眼。 我是被祖母养大, 可十二岁那年祖母病故, 从此便留我一个人孤苦伶仃。 祖母常说她的婉婉是最好的姑娘, 配得上世上最好的男儿, 可她还没来得及为我筹划。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连忙擦去眼泪, 周宇的声音温柔了不少。 担心你姐姐了吧? 啊? 担心? 说实话, 我真没有。 周宇可能觉得刚刚有些过分了, 所以这会过来哄我。 见我不高兴, 她做事想要抱我, 我往后退了半步, 王爷, 我有些累了, 想去休息。 说完也不等她回应我便离开, 因为我实在是不舒服, 被她身上那股脂粉香熏得恶心。 我本打算晚饭之后就离开, 可母亲却意外开口让我们留一晚。 她甚至轻易地拉着我聊天到很晚, 教我该如何姐妹友爱, 如何相夫教子, 如何才能讨夫君欢心。 字字句句都是我该如何, 可我听过她从前跟方云青说, 若是不开心就给娘亲写信, 娘亲想办法接你回家。 从娘亲房里出来已经很晚了, 侍女说周宇还在我父亲书房, 让我先回去休息。 可我心烦得很, 打发了侍女, 然后想一个人走走。 路过假山时, 隐隐听到有人说话, 以为是哪个侍女, 我打算绕路, 可还没迈步, 突然传来熟悉的男生。 云青,云青, 我猛地顿住脚, 那是周宇的声音, 那是他近乎意乱情迷的声音。 我强吻心神, 然后后撤一步将自己引在假山丛中, 今晚月色极好。 我从山体缝隙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方云青和周宇。 两个人全都衣衫不整, 方云青此刻正被周宇紧紧抱着。 方云青抽抽叶叶, 一边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 一边又说自己做出对不起妹妹的事情, 可怎么有脸活。 终于咬着牙, 说这都是对她的惩罚, 谁让她总是轻而易举就扰乱她的心。 原来她真的不曾爱过我, 可既然如此, 又为什么要娶我呢? 我其实可以退出的, 我从不想介入他们, 从不。 哗啦一声, 我抠掉了山体上一颗石子, 石子落地, 周宇猛地警觉, 什么人。 她一边说着, 还用自己的外山将方云青包裹住, 那般真实的样子, 仿佛她就是颗明珠。 而我, 只是如这山体上的一块丸石。 我缓下心神, 然后从假山后走出来。 对于我的突然出现, 周宇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惊慌, 晚清。 你怎么在这? 我目光定定地看着她, 周宇, 五皇子尸骨未寒, 你们这样不怕遭报应吗? 晚清, 我。 看出周宇的为难, 方云青连忙上前, 晚清你别怪王爷, 我们, 我们只是情不自禁。 啪! 不等方云青把话说完。 我仰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我用了十足的力气, 方云青那洁白的面颊上 留下一道血痕, 那是我暗中扭动了戒指所致。 方云青痛苦尖叫, 周宇这下慌了, 她一把将我推开, 方婉青你疯了吗? 扑通一声, 我身子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 紧接着小腹一阵坠痛, 鲜血便染红了群衫。 迷迷糊糊之间, 我听到母亲和医师的对话。 她说三小姐体弱, 这次小产一定要好好休养, 否则将来很难再遇子嗣。 母亲没有回应什么, 只是急切询问二女儿如何。 医师说二小姐脸上不会留疤, 梦魇也只是心绪不宁, 需要多陪伴, 不要刺激她。 母亲连连道谢, 然后送医师出门。 她走到门外时, 我还听到她嘱咐侍女, 说不要让王爷知道我这边的事情, 只需要她好好陪着二小姐便是。 感觉到屋子里没了人, 我才缓缓起身, 浑身疼, 从心到身, 简直疼死我。 我扶着强奸男走到门口, 我想趁着此刻离开, 可一开门, 正对上母亲一双怒气的眼。 啪的一声, 我被她一记耳光扇倒在地。 你个丧门星,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们? 我身子虚弱至极。 这一摔倒, 甚至都没有力气站起来。 耳边是母亲不断地咒骂声。 我从小到大, 早已经麻木了。 就因为我出生那日, 大哥死了, 父亲受了重伤, 至今还有病根。 所以母亲就觉得 是我造成了这一切。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有身孕, 还要过来闹事, 在娘家小产, 你是巴布的我们全家 都跟着你倒霉是不是? 我记得照顾我长大的嬷嬷 曾说过, 女子在母家小产是大忌, 可若是可以选择, 她以为我愿意。 莫说回这个家, 便是出生我也是不想的。 娘亲这是干什么? 姐姐她还定着, 一道身影闪过, 原来是弟弟方衡。 方衡从小被祖父送到 饮食高人门下学艺, 与方家其他人都不太一样。 她小我两岁, 已经十五, 可身量却已经比我高出许多。 她沉着脸将我扶起来, 俨然一副男子汉模样, 姐姐去床上休息吧。 我缓了缓神, 然后把手从方衡手里抽出来。 方衡是方家少有对我不错的人, 可我却不太亲近她。 从小打下的阴影, 我怕我真的是那不祥之人, 我怕给这个唯一带着亲情的弟弟 带去不好的运气。 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房门, 方衡想要追, 却被母亲拦住。 你追她做什么? 有这个功夫, 怎么不去看看你二姐? 二姐那里人已经够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隐隐觉得方衡开始有威严了。 她是家中独子, 未来家主。 我想, 我那惨死的兄长若是还在, 或许也是这样吧。 听说她七岁之前, 简直是神童一样, 这京都的同龄人都不如她聪明。 若她还活着, 这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了? 我也会是个受宠的女儿, 像方云青那样, 有爱我疼我的夫君, 有护我惯我的爹娘。 娘亲您太过分了, 三姐姐也是您的女儿。 她就是个灾星, 当年若不是你祖母执意留下她, 我早就将她送走了。 自从有了她, 我们这个家就没一天安稳日子。 身后还在争吵, 可我耳边嗡嗡作响, 眼前视线也开始模糊。 身子晃了晃, 突然有人扶住我。 婉青, 本王先送你回府。 回王府的路上, 周宇欲言又止。 她不说, 我也不问。 最后实在忍不住, 周宇开口, 婉青, 你姐姐她, 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我心头仿佛被什么东西, 很宁了一把。 婉青, 那是五哥唯一的血脉, 本王不能不管。 王爷这会想起, 那是您五哥的孩子了。 刚刚抱着方云青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您尸骨未寒的五哥? 方婉青, 周宇是亲王, 何曾有人敢如此跟他说话? 况且我从未顶撞过周宇, 在他眼里, 我温柔如水, 对他千衣百顺。 婉青, 本王知道你没了孩子难过, 但我们还年轻, 孩子还会再有, 可你姐姐她, 今晚失去的那个孩子, 不会再回来了。 今晚发生的事,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不是周宇的心上人, 所以我的孩子, 也不如方云青的孩子金贵。 哪怕那个孩子不是周宇的, 他也会爱。 可我的孩子呢? 婉青, 你乖些, 你姐姐她进了府, 也不会影响你王妃的位置。 本王答应你, 世子之位只属于我们的孩子, 这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 可我的孩子没了。 我突然吼了出来, 周宇更是少有的惊慌了一瞬。 其实, 除了大婚那晚, 我们这一个月 根本就没有同房。 原本是周宇 每晚都宿在书房, 而今, 我便是更加不可能 再与他一起。 我怒视着周宇, 眼泪却忍不住 大磕大磕地往下掉, 就算王爷 往后有一百个一千个孩子, 那也不再是他。 我颤抖着手 抚向小妇, 这孩子怎么这么傻? 世间那么多好人家, 他为何偏偏选了我? 婉青, 你冷静些, 你现在需要好好休养。 王爷是如何做到 这般冷静的。 我冷笑, 也对, 王爷不爱他, 没了更好, 不爱, 又何必生? 我后面的话声音不大, 更像自言自语, 似是想到自己, 又觉得这孩 离去了也好, 不然来到世上 也是受罪。 周宇有些动容, 他伸出手想抱我, 突然车外传来马蹄声, 殿下, 方府出事了, 刚刚有贼人潜入, 掳走了方二小姐。 什么? 周宇起身就要出马车, 我一把拉住他, 有贼人可以通知 巡捕和官府, 王爷要去做什么? 可周宇并没有理会我, 指点了我的穴道, 说让我好好睡一觉, 然后便离开了。 我听着声音, 周宇应该是将身边 暗卫权都调走了, 只留一个车夫和一个侍女。 而我也在不多时, 就听到马车外杀人的声音, 紧接着我便眼前一黑, 不省人事。 方婉清, 你姐姐怀着孩子守寡, 她命苦, 本王不能不管她。 方婉清, 云儿是你姐姐, 她体弱多病, 有什么事你不能让让她。 方婉清, 就算你在向云儿, 也始终不是她。 昏迷时, 我一直在做噩梦, 梦里我仿佛遇见了以后的日子。 周宇的声音如同魔音一般, 在我耳畔萦绕不去。 不知道昏睡了多久, 直到耳边渐渐清晰, 那不是周宇的声音, 而是贼人和方婉清。 我趴在冰冷的地上, 隐约听到方婉清说自己是周宇的妻子, 感伤她, 周宇不会放过这些人。 那贼人却哈哈大笑, 听说方家两个女儿, 一个是奉命, 一个是灾星。 那你告诉我, 谁是灾星? 方云清只把重点落在了灾星二字上, 连忙辩驳说, 躺在里间那个才是灾星。 可我却捕捉到贼人说的奉命。 为何这件事我从未听说过? 这奉命之人, 不管是我还是方云清, 都未曾有人透露过半句。 依着方云清的性子, 若是她知道自己是奉命, 那一定会更加跋扈, 很显然, 她也不知道。 而此刻我听到门外来人通传, 老大, 与王的人已经围上来了。 屋子里声音顿住片刻, 紧接着就听人吩咐, 将里间那个女人弄醒, 我们去会会与王殿下。 我和方云清被带到断崖上时天刚放亮, 山风凛冽, 吹得我骨头缝都疼, 终于带着人在不远处。 但她不敢上前, 因为我和方云清手脚都被捆着, 面前是长剑, 身后是断崖。 稍一动, 我们尸骨无存。 与王殿下, 好久不见。 周宇沉着脸, 周恒的人。 周恒就是五皇子。 听到周恒的名字, 那贼人突然一身利气, 呸, 狗东西, 你不配提殿下的名字。 那贼人情绪十分激动, 殿下他一直低调求安稳, 没想到, 最后竟是栽到你们这对狗男女身上。 说着, 他手中长剑就要用力, 我离得近, 看到方云清脖梗已经开始流血。 他吓得气不成声, 王爷, 王爷救我。 与王殿下, 今日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两个只能活一个, 您是选这个不知廉耻的寡妇, 还是选您明媒正娶的妻子。 我看到周恒第一眼, 看向我, 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后赶来方府的马车。 方恒带着爹娘过来, 殿下, 娘亲扑通一声, 跪在周宇面前, 殿下, 求殿下救救云, 救救云啊。 娘亲的话传进耳朵, 恰逢一阵风吹过, 吹得我眼睛生疼。 方恒看了我一眼, 然后看那贼人, 我们已经将这里围了, 实相地放了我两个姐姐, 不然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可那贼人似乎对别人不感兴趣, 只看周宇, 等他的答案。 娘亲继续哭嚎, 殿下, 于而他还怀着孩子, 他不能受伤啊殿下。 果然, 周宇神色动了动, 然后指向方云青, 把他放了。 贼人脸上一抹诡异笑容, 他并未遵守诺言放人, 而是转头看我, 那小娘子对不住了。 话落, 只见他长臂一挥。 我手脚都被绑着动不了, 只感到一道推力, 紧接着身子就朝着 断崖下栽了下去。 我死了, 从断崖上摔下来, 血溅当场。 可怜, 我这可笑的一声, 最后连死都没有半分体面。 只是, 我掉下去的瞬间, 似乎看到方恒和周宇 都朝着我冲过来。 他们都喊着什么, 但我好像只听到了方恒 喊我姐姐。 傻弟弟, 其实我很想像其他姐姐爱弟弟那样爱她。 只是, 我不敢啊。 七日之后, 正好是七月十五中元节。 月圆当空之时, 我站在灵堂外, 默示着周宇的装模作样。 听说那群人本来是想鱼死网破, 我和方云青都活不了。 但我死了, 周宇再没有顾忌, 便直接灭了那些人。 宇王妃被叛军所擒, 不幸落崖身亡。 更不幸的是, 听说宇王妃身故时, 还怀着小柿子。 国师不算, 因我命数不好, 不能入皇陵, 所以只能草草在荒山上 立一处坟中。 而今的这个灵堂, 连个官果都没有。 但仍旧不耽误那些官员前来吊咽。 他们每日看着周宇痛不欲生, 整个人颓废得早已没了往日风姿。 前来吊咽的人无不动容, 唯有我觉得好笑。 原来我活着被他利用, 死了照样如此。 就连我那可怜的孩子都没能幸免。 为了博得一个贤王的名声, 他真是做到了极致。 王爷, 王爷, 您再如此下去, 身子会垮的。 方云青哭得梨花带雨, 整个身子依偎在周宇怀里。 王爷, 您不要云青了吗? 妹妹虽然不在了, 可她那么爱王爷, 泉下有之, 也一定希望王爷能重新开始新生活。 万青, 周宇口中喃喃着我的名字, 半赏, 她垂眸看方云青, 然后伸手瞄着她的眉眼, 她小时候, 你们都是怎么换她。 什么? 方云青不明白周宇的意思, 周宇却是轻笑, 本王记得她说她祖父祖母过世前, 偿唤她晚晚。 周宇声音不大, 似是对方云青说话, 又似是自言自语。 方云青不懂她的意思, 我却懂。 祖父祖母在世时, 对我更像一对严妇慈母。 我也曾为了逃避祖父的功课挨法, 也曾窝在祖母怀里撒娇说弯弯手疼, 不想练字, 可这一切都在我八岁那年戛然而止。 我福宝, 连祖父祖母的爱都承受不得。 后来母亲每每骂我是灾星, 我甚至会想, 若是没有我, 是不是祖父祖母还都好好活着。 他们过世之后, 没有人再叫我晚晚。 祖母还说过, 我们晚晚是最好的姑娘, 将来定要配一个世间最好的儿郎。 想报仇吗? 背后传来一道男声, 拉回我的思绪。 我转头, 你怎么来了? 你一个尚未开化的小灵, 这么跑出来不怕被抓走吃了? 我落崖身亡那日, 因执念未化而被困住。 是面前这槐树树灵住我, 我才得以脱身。 方府的荷花池是我幼时长去之地, 岸边却有一棵老槐树。 树灵说他认识我, 还是看着我长大的。 他说他修炼千年, 有能力度我离开, 这样既能助他积攒功德, 我也能得到解脱。 可我心中怨怒未消, 怎能就此离开? 树灵瞧我半赏, 说有两个选择。 一是直接送我投生, 但前提需要我自己放下仇恨和执念, 前尘往事尽消。 二是以全新身份的凡人之躯, 送我回来三个月, 他可以助我报仇。 条件是我们合作, 因为他要助太子周锦顺利登基。 我知道周锦的对手就是周宇。 我和周宇在一起多年, 旁得不行, 但论起了解, 怕是没人能比我更了解他。 我选了后者, 没有半分由疑, 可树灵还是要让我好好考虑, 因为后者风险太大, 只有三个月, 实现一道,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要离开。 而且那时会因我在凡事停留时间过长, 是否能入轮回全看造化。 也就是说, 第二种其实就是死路。 我转头看向灵堂, 看向那一对正抱在一起的人, 死路。 我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吗? 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可是这不值得, 你要知道, 若你无法入轮回, 轻则成孤魂野鬼, 重则魂飞魄散, 往后这世间再无。 我目光仍旧停留在那两个人身上, 双手紧握成全, 我只想报仇, 不惜一切代价。 我重生了, 以药王谷千金的身份, 容貌未变, 身份不同。 药王谷谷主便是树林所化, 他常年治病救人助修行, 所以要亡谷名声在外。 此番, 我们是被请进皇宫 给重伤的太子看病。 听说太子周锦出行遭到刺杀, 危在旦夕, 罗怀更是告诉我, 太子受伤和我被害是同一天, 周瑜已经搜集了证据, 秉明刺杀太子之人与害我的事同一批人。 我冷笑, 根本不是什么武皇子, 肯定都是周瑜的人, 他刺杀太子殿下, 事情败露便嫁祸给死人罢了。 说着话, 我们已经来到宫门口, 刚和迎接的内侍打了招呼, 迎面就遇到周瑜和方云青。 内侍给周瑜介绍, 这二位便是请来给太子殿下疗伤的医师, 要往谷谷主罗怀和大小街罗婉。 周瑜瘦了些, 面容也有些苍白。 他身边的方云青一身素白, 大风吹起一脚裙摆, 里面竟然是粉红色裙衫。 很显然, 他对我这个妹妹的离世并未有多少伤心。 见礼之后, 我们打算随着内侍继续走, 结果与周瑜擦肩而过时, 他突然开口, 等等。 周瑜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我戴着面纱, 微低着头, 不看他, 也不说话。 罗怀上前一步挡在我身前, 羽王殿下, 小女士第一次进宫, 有些怕生。 然而周瑜却略带颤音地问了一句, 是, 晚清。 我藏在袖中的双手越握越紧, 但脸上却一派淡然, 殿下认错人了, 民女姓罗, 单名一个晚字。 不对。 你是晚清, 你是。 见状, 方云青连忙上前拉住周瑜, 王爷冷静一些, 这是要往谷的大小街, 不是晚清, 晚清已经死了。 你住口。 周瑜红着眼睛推开方云青, 再咒一句晚清, 本王让你先死。 我抬眸看到宫门口的一些路过官员, 心中不免冷笑。 原来周瑜这作戏的功夫如此精湛, 果然听到周瑜的话, 那些人脸上也都带着哀伤神色。 我想, 这周瑜的好名声又会加成不少。 最后还是内事解围, 与我解释说与王妃刚过世, 与王殿下相思成疾, 希望我能海涵。 我点点头, 与王殿下和王妃秦次和明, 民女在民间也有所耳闻。 周瑜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 我朝她微微一笑, 眼角寒情。 那日之后, 我和罗淮便赞助东宫。 旁人以为是太子重伤难遇, 不然也不会把江湖赫赫有名的 要王谷谷主都请来。 但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会相信短短三日, 周瑜便已经恢复了六七成。 毕竟初见周瑜那日, 他还昏迷着, 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 可经过罗淮诊治, 现在的他只需要调理静养就好。 但因周锦身份特殊, 他商好之事并没有外转, 只是说暂时无性命之忧。 但仍旧谢绝一切探访, 为避免节外生枝, 东宫的侍女都不能靠近, 所以这照顾周锦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这日,我正在给水果装盘, 罗淮从外面进来。 丫头,听说那羽王最近一直在打探你。 我并没有什么惊讶, 对上尉到手的猎物他一向执着, 不奇怪。 罗淮喝了一口茶, 对了, 你让我暗中递给太子的消息, 我都已经递出去了, 但好像有点问题。 怎么回事? 消息递出去之前, 太子那边就已经动手了, 短短几日就已经把羽王打压得够呛, 我就来问问你还需要再给消息吗? 我有些震惊, 周锦从苏醒到现在也不过七日, 竟是这么快就开始对周宇动手。 不止羽王, 还有方家, 也被太子收拾得很惨。 方家和周宇一贯都是一脉的, 一起收拾倒是不新鲜。 而且从成效来看, 周锦肯定一早就已经握住了他们的把柄, 只是不知为何现在才动手。 丫头,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听到这话, 我眼前突然闪过那几个人的脸。 周宇, 方云青, 还有方父方母。 我掌心放着一串葡萄, 饱满圆润。 我慢慢合上手掌, 那就 把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捧到他们面前, 然后狠狠捏碎。 我说得云淡风轻, 手上却用了十足的力气。 紫红色的汁水从指缝流出来, 滴滴答答, 妖娆又诡异。 罗怀看了我片刻, 然后轻笑, 你倒是个好苗子, 若你当初嫁的人是太子, 估摸你们会是一对很合拍的夫妻。 我愣了愣, 然后十分无语, 这种话可莫让旁人听了去, 对太子, 对我们都不好。 言罢, 我拎起石盒打算去给周锦送药。 到书房门口, 正听到侍卫跟周锦汇报周宇的事情, 看到我也不曾避讳。 我有些诧异, 每每我来总是会听到关于周宇的消息。 无一例外, 他一次比一次惨。 周锦手上是有兵权的, 周宇没有。 所以之前只是周锦没动他, 如今他真生气了, 周宇便有些招架不住。 见我近来, 周锦脸上露出笑意, 罗姑娘一日三次送药, 如今听到你的脚步生孤, 都有些害怕了。 周锦面相比周宇温润许多, 且他爱笑, 那双清澈的眼睛 不像是外面所传那般果决狠利, 反倒是像戏文里的清秀书生。 我将药碗放到暗基上, 看到堆积如山的公文, 不禁轻叹, 殿下虽已经大好, 但身子还得好好调理才是。 说来也怪, 我和周锦虽都在京都, 但却从未正式见过。 幼时我随祖父进宫, 那时只是遥遥遗忘, 再往后我便极少入宫。 偶有机会入宫, 也基本遇不到他, 就连我和周宇大婚他也没来。 听说是临时决定去治理水患, 谁知离开一个月就受了重伤。 但不得不说皇帝眼光极好, 周锦能力出众, 是众皇子里最出色的一个, 且母后是皇帝青梅竹马的原配皇后, 身份十分高贵。 只不过周锦有一点不好, 就是心肠太软。 哪怕他知道周宇一直野心勃勃, 也只是暗中牵制, 却从未下过狠手。 想来是这次周锦去江南, 周宇暗中笼络了不少官员, 这才惹到了周锦。 从书房回到住处, 罗怀带给我一个消息, 说周宇开始反击, 他这么多年手中势力也不容小觑, 此番若是反击成功, 怕是对周锦也会不利。 如此看来, 我们必须要抢先把周宇扳倒才行。 罗怀点头, 他手中有一份蝶者名册, 还有一块暗卫腰牌, 若是能拿到我们事半功倍。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周宇书房的暗阁, 然后我看罗怀, 想办法让我进宇王府, 剩下的交给我来办。 这好办, 下点要就成了。 罗怀速度很快, 第二日周宇就抱病, 没有早朝。 紧接着, 罗怀就收到皇帝旨意, 说与王重病, 请我们过去瞧瞧。 因为宫中还有太子要照顾, 所以罗怀开了药方之后就回宫了, 这里只留下我照顾周宇。 虽然平时都有侍女照应, 但我每每过来送药, 都能感受到周宇的目光。 那是对猎物的志在必得, 我太熟悉了。 我如今已经不戴面纱, 众人也都习惯了我只是与故去的方婉卿相似而已。 这几日劳烦罗姑娘了。 我面色羞怯, 殿下若是不嫌弃, 换我晚晚便好。 晚晚。 我注意到周宇脸色微变, 但很快便调整好。 他点头, 好, 晚晚。 周宇伸手握上我的手腕, 拇指指腹在腕间轻轻骂萨。 看起来只是撩拨, 可我知道他是在试探。 当年我落水, 左手手腕落下一道疤痕。 可他不知道, 我这幅身躯是罗怀重塑的, 哪里还有疤痕。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确定我手腕没有那道疤痕时, 我似乎看到周宇脸上的失落。 我在羽王府住了几日, 周宇对我千衣百顺。 从前只有我能进的书房, 如今也只有我能进。 我终于寻到机会拿到了名册, 只剩周宇腰间的令牌还没有得手。 晚上, 我一个人在荷花池边吹风, 周宇从身后拥住我。 晚晚, 别再折磨本王了, 本王给你王妃名分, 就从了本王吧。 他低头吻我, 我偏头躲开, 强压住心头恶心, 转身双手还住他的腰, 可方姑娘怎么办? 他的身份做个侧妃, 已经抬举了。 经过几日相处, 我才发现, 原来周宇对方云青也只是利用。 想来是得知方家的女儿, 有一个是奉命。 我死了, 那边只剩下方云青了。 再加上方云青性格跋扈过躁, 周宇是真的感到厌烦。 周宇还想吻我, 我双手俯在她腰间, 一边玩闹着躲开她的吻, 一边在她腰间摸索。 就在我手刚触到令牌时, 突然看到方云青从远处过来。 她一脸凶神恶煞, 见人勾引男人勾到我头上来了, 你好不要脸。 方云青冲上来就要打我, 却直接被周宇置住, 胡闹什么。 我满脸楚楚可怜, 云青姐姐这是做什么? 我和殿下也只是情不自禁啊。 当初她的话, 我都还给她。 见人, 我撕烂你的脸, 王爷救我, 自打重新接近周宇。 我一直都是唤她殿下, 如今再喊王爷, 周宇神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一把将我揽进怀里, 晚晚别怕, 我不会再让他欺负你。 再, 果然是见人, 我活着的时候被他戏耍, 这会死了他倒是深情上了。 不过, 我现在没功夫想太多, 我趁着周宇抱着我, 便速度极快地 用一块相似令牌 换下他腰间的令牌。 眼见周宇护着我, 方云青便像风了一样扑上来。 周宇紧紧将我护在怀里, 直接一脚将方云青踢飞。 我听到方云青一声惨叫, 紧接着人就掉进了荷花池。 周宇似是也没想到, 又连忙叫人去捞人。 他虽对方云青已经逆反, 但还要仗着方家的势力, 还有方云青那被传为奉命的命格。 周宇还是有些担心, 也想往荷花池附近去, 却被管家拦住, 王爷晕水, 这边老奴来处理。 说着, 管家又看我, 姑娘快扶着王爷离这里吧, 离着水进了, 王爷会不舒服。 晕水, 我心头猛地一颤, 当年我落水, 可是他救了我, 他怎会晕水? 我回想当年, 落水之后, 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思绪混沌之时, 看到是一个身着黑色紧袍的人救了我。 再醒来时, 我看到浑身湿透的周宇, 正是一身黑衣。 当时我已经十四岁, 周宇也十九岁。 都到了一亲的年纪, 这是要是传出去, 恐对我名声有损。 也正因为如此, 周宇说要对我负责, 所以找皇帝求了婚纸。 可刚刚管家说他晕水, 他怎会晕水呢? 我的头一阵阵剧痛, 似是有什么尘封的记忆, 要破茧而出。 当年, 当年。 突然, 我猛地想起那人抱着我往岸边去时, 左手手腕也被划伤, 似乎与我是同样的位置。 我伸手去摸周宇的手腕, 那里光滑无比。 可,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之前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对周宇就我这件事深信不疑, 也从未怀疑过。 可是现在却? 我还在思索时, 方云青被人救上来。 我看到他群山上还有残留的血迹, 想起了我曾失去的那个孩子。 这个场景, 有些似曾相识, 可又大不相同。 方云青不是我, 他出事了, 父母会替他讨说法。 果然当天夜里, 方家就闹到了皇上那边。 事情闹大了, 而且很难看。 周宇倒是还护着我, 怕我被牵连, 便让我先回宫里, 说等他把事情处理好, 就去接我。 我心中冷笑, 接我? 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回到东宫, 书房只有罗怀在, 得手了。 我将名册和令牌交给罗怀, 然后四下看了看, 太子殿下呢? 罗怀没说话, 目光却看着暗机上的一幅画。 我瞧过去, 画中是一个女子的背影, 白雪红衣立在梅树下。 本该是极美的意境, 却又带着几分萧索。 这是太子殿下的义中人。 罗怀没回我, 却告诉我另一件事。 他说, 周锦最近频繁接触高僧或道家天师, 具体要做什么没人知道, 只是他这般属实反常。 我想了想, 在书上我倒是看到不少皇帝求长生不老的方子, 难不成。 罗怀长叹一口气, 然后起身, 丫头,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和罗怀连夜骑马出城, 最后在一处荒山处亭下, 天边渐渐泛白。 遥遥一望, 我惊住了, 这里是我的坟种, 而此刻立在坟种前的那个人, 正是周锦。 其实, 当时是方云青和国师串通, 说我命数不好, 又是横死, 这样的人不能葬入皇陵, 会影响国运。 皇帝自然害怕, 便让国师另找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安葬我。 国师和方云青是一丘之河, 自然不会帮我找真正的风水宝地, 但罗怀说一定是有人暗中助我。 这里虽然表面看似荒凉之地, 但风水却真的好。 等我实现到了, 就从这里离开, 肯定会很顺利。 听着罗怀的话, 我看着周锦的背影, 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抓着。 我一步一步走向周锦, 似是早就知道我会来, 他并未回头, 只淡淡开口, 你遇害当日我也被刺杀, 这处地方是方恒寻的。 方恒, 听说我下葬之后, 他就自请和方家断绝了关系, 然后回了师门, 终身不下山。 周锦声音始终平和, 末了转身看我, 眼睛里带着笑, 在羽王府可还爽快。 我一愣, 想到他说的该是昨晚发生的事, 本想直接帮你报仇, 但想着你自己去做会更痛快些。 我突然就想到在羽王府时不管做什么都很顺, 原来一直是周锦在暗中帮我。 我有太多疑问, 可现在千头万绪, 根本不知该如何开口。 周锦看出我的心思, 晚晚随我来, 我带你看些东西。 周锦带我去了宫外太子府, 一进书房, 我惊住了, 这里竟然满屋子都是我的画像。 从小到大, 每个年龄段都有, 甚至有一张还是一身嫁衣。 周锦走过去, 一幅一幅轻浮, 到那张嫁衣画像面前时, 他停住了, 若我当年不纵着你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是不是现在你还会好好的? 我猴间似是有什么东西堵着, 难受得很。 周锦喜欢的人是我, 可为何我从不知晓? 父皇给你和周瑜指婚那日, 我整整一夜没睡, 画了这幅画, 想着, 你那般好的模样, 穿上嫁衣, 一定很美。 周锦的左手始终轻抚那幅画, 我却突然看到他万间一道伤痕。 脑海中划过一瞬画面, 我快步走过去, 将他手腕拉到面前, 这是怎么弄的? 周锦先是一正, 随即才开口, 晚晚, 当年落水的事情, 你还记得多少? 当年落水之后, 我生了一场大病, 在醒来时, 记忆模糊了好多。 而大家也都闭口不谈这件事, 我一直以为是周瑜为了我的名声着想, 才特意压下此事。 可现在看起来并不是, 因为罗怀说我曾被喂过大量影响记忆的药, 但他说的时候, 我回忆了一下, 并不觉得自己忘了什么。 如今这么一看, 我好像真的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或者是人。 我心乱如麻, 这么多年, 我一直以为是周瑜救了我。 可我今日才发现, 不仅不是周瑜, 更没想到那人竟是周锦。 我颤着声音开口。 我落水之后, 是, 殿下救我。 当时, 你已经十四岁, 事情若是传出去, 一定会对你造成影响。 我便找了你家中侍女带你离开, 我本想着等事情稳妥些, 便亲自问问你的意思。 若你愿意, 我便找父皇止婚, 可当时我正物缠身, 我只好匆匆压下消息, 可等我再回京都时, 你已经被指婚给周瑜了。 那日, 我们一直聊到很晚, 从我幼时调皮, 到大婚之前, 我每一个成长细节, 他都知道, 包括我自己忘记的, 周锦也都记得。 他声音温柔, 给我讲那些事实, 娓娓动听。 不知不觉的, 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得到了抚慰。 罗怀还打趣我, 说原来我也会笑。 只是那场大病之后, 我对小时候的记忆模糊了许多, 更不记得周锦。 但当他说起那些事实, 我却觉得很亲切。 原来周锦的老师 与我祖父是顾交, 又使祖父常带我去一处茶社, 他与三无好友品名聊天, 我就自己在后院玩耍。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周锦。 只是那时我才五六岁, 而周锦大我六岁, 自然要比我记的那些事。 大约一年以后, 周锦开始接受朝堂事宜, 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了。 后来祖父祖母相继离世。 听说他都有来吊咽, 只是那时方母不让我去前厅见客, 也就错过了。 其实祖父离世之前, 给周锦写过一封信, 希望他能暗中护我一二。 也正是因为如此, 周锦时常会关注我, 在后来, 那个幼时相识的小丫头慢慢走进他的心。 我的内心再一次被触动, 却不敢回应。 我问周锦是什么时候认出的我。 周锦却说不需要认,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是我。 小时候的小习惯我都没有变, 紧张时会下意识顺头发, 写字时还会咬鼻杆。 尤其是我在东宫时基本不覆面纱, 很多神情都会让周锦确认就是我。 果然很讽刺。 我和周宇认识那么多年, 还做过一个月的夫妻, 可他也只能靠着那道伤痕来判断。 可我不懂, 周宇明明喜欢方云青, 又为何会求娶我? 后来罗怀说应该是因为命格。 周宇一早就知道方家有奉命之女, 而大家都知道我是灾星, 所以那奉命之人理所当然就是方云青。 周宇怕直接娶方云青, 会让人知道他的野心, 这才迂回地先娶我, 然后害死五皇子, 再娶方云青。 这样两个兜曲, 总有一个事。 听着罗怀的分析, 我只感觉自己从前真是瞎了眼, 表明身份之后。 周锦从未问过我和罗怀的来历, 罗怀是他很久之前就认识的, 想必也知道他非凡人吧, 不然又怎会去寻佛问道。 我又想起, 每每我去到东宫书房, 屋子里光线总是昏暗的。 现在想起, 他从那时就想到了, 怕我见光, 他以为我是一缕幽魂。 看出我的顾虑, 周锦伸手拉我的衣袖, 晚晚不要多想, 晚晚就是晚晚,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始终都是你。 把话说开之后, 周锦也不再去找一些高僧或天师, 每日只是与我们一起讨论, 如何将周宇收网, 如何诚挚那些余孽。 有时他去体察民情, 也会带上我和罗淮。 还记得一次在小摊吃面, 摊主大娘说罗淮好福气, 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和俊朗的女婿。 我本想开口解释, 周锦却握了我的手, 然后给了大娘好大一块银子。 他说借大娘急言, 我们夫妻一定和和美美, 儿孙满堂。 他说这话时, 眼角眉梢都带着笑, 可我却万分酸楚。 我时间不多了, 罗淮说我百日记那天, 正是离开的好时机, 我算了算, 还有不到一个月。 我也曾想跟周锦把话说清楚, 可每次开口都被他打断。 最后一次干脆抱着我求我, 他说求我别那么狠心。 别打碎他的梦。 我从未有哪一次想那么掐死周瑜, 也从未有过的后悔。 我甚至后悔回来报仇, 不如就那么离开, 也好过让自己和周锦这般得到又失去。 我更加痛恨周瑜, 若不是他偷走了本该属于我和周锦的一切, 我们又怎会如此痛苦。 我利用仅存的一点时间, 帮着周锦清理了不少周瑜的爪牙。 其实这些事情周锦自己也可以做, 只是我想尽可能多为他做些事。 重阳节技足, 沉寂了许久的周瑜又出现的大家面前。 许是听到我如今甚是得周锦喜爱 他入宫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 他现在已经瘦得不成人样 不只是因为周锦打击他的缘故 还有就是我当初在王府时 每日给他的药里我都加了些东西 不会致死 只会一点一点抽干他的身子 甚至罗怀还说这药会致患 所以听说现在他经常抱着方云青喊晚晚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晚晚 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周宇一双眼睛盯着我 周锦将我护在身后 一如当年周宇护方云青那般 看着眼前情景 我更痛恨周宇 若不是他 我应该跟周锦会很幸福吧 眼看着我和周锦这般 周宇心红着双眼看我 晚晚 你说过会等我来接你的 我面色淡然 与王殿下真会开玩笑 那会是您自己说的 我可没说要等您 周宇面色一暗 又看周锦 皇兄是要跟我抢人吗 周锦还没说话 我便上前一步 挽住周锦手臂 与王殿下这是什么话 太子殿下是您兄长 您就不能让让他 再说 太子殿下之前受伤还未痊愈 我也不能不管他 您说呢 王爷 一声王爷 让周宇心里防线崩塌 他看着我 可眼神又有些空洞 末了 他转身离开 临走时 嘴里还喃喃自语 你不是他 他不会如此伤我 不会 可还没走几步 只听扑通一声 周宇晕倒在地上 离我百日记还有十日 罗怀特意嘱咐过 说这段日子 是我最虚弱的时候 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 不然伤到我就危险了 周锦更是小心谨慎 生怕我出一点事 可即便如此 还是出事了 皇帝受臣 周宇联系外敌 发动公变 周锦担心我 便让罗怀带我先走 可我们还没跑多远 就被人围住 方云青更是朝着我们 泼了满满一瓶浮水 方婉青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法 重归人世 今日我都让你魂飞魄散 果然 我在他身后 看到了那个国师 罗怀本不能用术法 可关键时候 也管不得那么多 他替我挡下大半伤害 但我这几日极其虚弱 身上沾了浮水 更是挺不住 我拉着罗怀 爹爹别管我 你快走 一声爹爹 叫得罗怀眼眶发红 丫头 你唤我一声爹爹 我便不能不管你 说着 他抬手 就节鎮施法 我想祖兰已经来不及 罗怀术法高深 可是为了尽快修成正果 只能遵循在凡间 不用术法的规矩 他如今动用术法 也都会再反噬到他身上 眼看着罗怀 也要顶不住了 我突然听到 外面传来一阵喊沙声 姐姐 是方衡 紧要关头 方衡带着援兵赶到 他冲进阵中扶住我 姐姐怎么样 我感觉到 体内灵力在快速流失 可还是朝着方衡 摇头示意自己还好 我的这个弟弟 是我唯一牵挂的亲人 罗怀告诉方衡 需要马上带我去墓地 我支撑不了多久了 要马上离开 方衡不敢耽搁 想抱我离开 可我还念着周锦 他还在店中尚未脱险 我之前说好了 晚上给他做好吃的糕点 可 竟是连最后一面 都见不到了吗 紧要关头 我感到自己 跌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是周锦 他将我牢牢抱在怀里 阿衡 这里交给你了 我送他走 是 我神思已经不清楚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鼻尖处传来一阵花香 我睁开眼 发现已经到了目的 而往日的荒凉之地 竟是开满了火红的彼岸花 花香传过来 我身体瞬间就恢复了 我站在花丛入口处 甚至来不及说话 就感觉身子被牢牢吸住 我慌了 死死抓着周锦的手 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花丛深处仿佛有犀利一般 我身子不受控制地往里吸 我却死死拉着周锦的手 哭得不成样子 晚晚 晚晚别走 别走 周锦也哭了 堂堂七尺男儿 竟是哭得一塌糊涂 扑 周锦一口鲜血喷出来 我这才想起罗怀说过 这花丛是为了接我而开 周锦在这多待一刻 身子就会多受损一分 我实在不忍 最后忍痛甩开她的手 周锦 下辈子我一定干干净净来找你 晚晚 周锦还想要朝我的方向跑 却被花丛挡在外面 我眼前的花丛越来越茂盛 直到最后将我视线全都遮挡住 我看到周锦的最后一幕 便是她被花丛伤得浑身是血 还拼命想要往里冲 最后白光一闪 周围景象全部消失 我知道 我已经彻底离开了 第二是番外 我叫罗婉 是当朝太妇罗怀之女 许是因为从小乖巧伶俐 皇后娘娘特别喜欢我 我六岁那年 皇后娘娘把我抱在怀里问 婉婉喜不喜欢我家那个小哥哥 我看了一眼在偏听恋字的太子周锦 然后点头 喜欢 我回答得可大声 娘亲称怒地埋怨我 婉婉不可无礼 我娘亲年轻时是京都最厉害的才女 她本想把我也培养得淑女一点 可造化弄人 我有一胸罗岩一地罗横 再加上爹爹都把我宠上天 每次我闯祸被罚贵祠堂 娘亲都会严厉批评他们 说不能再纵容我 这次一定要给我个教训 可每次看到我红红的膝盖 她又会训斥他们 你们怎么回事 都不知道心疼婉婉的 娘亲一边训斥 一边给我涂药 可我一共也没跪上一炷香的时间 倒是把她心疼地掉眼泪 就这样 我无拘无束 一直到十五岁 吉里那日 陛下和皇后亲临 什么意思 大家心知肚明 可吉里结束 并没有直接止婚 而是皇帝带着太子 亲自来下聘 皇家拿出十足的诚意 说若晚晚不愿 便不为难 可我哪里不愿 趁着皇帝跟我爹说话的功夫 我把周锦偷偷叫出去 我给他左手手腕系了一根红绳 然后扬了扬自己左手同样的红绳 说这样便算是定情了 我们前世今生和来世 都要在一起 周锦脸有些红 我俩在一起 一直都是我更外向些 可周锦虽然那项不善表达 我却能感受到 他对我的喜欢 听了我的话 周锦将我轻轻揽进怀里 晚晚你放心 我此生为你一人 婚期定在一年后 我十六岁生辰这日 突然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梦里周锦做了皇帝 他不是我印象里的谦谦君子 而是变得很厉可怕 我看到他与他六弟周瑜 反目成仇 最后更是将人监禁 而周瑜则是日日抱着一个女子 喊晚晚 那女子蓬头垢面 看不清容貌 我被噩梦吓醒 天刚亮 就跑到东宫去找周锦 结果在东宫门口 见到他和周瑜下朝回来 我也不顾还有周瑜在场 直接就冲到周锦怀里 周锦先是愣住 然后低头哄我 这是怎么了 我缓了半晌 然后弱弱开口 做了个噩梦 吓死了 说着话 我还抬眸看了周瑜一眼 听说他和方家大小节定亲了 可他好像并不喜欢方家大小节 前几日还听说闹着要退婚来着 周锦揉了揉我的头发 然后转头看周瑜 抱歉六弟 抱歉六弟 今日就不跟你下棋了 我带婉婉出去散散心 我和周锦大婚当日 周瑜和方家闹出了丑闻 听说周瑜知道方家大小节人品不好 便要退婚 可谁知方家直接灌醉了周瑜 让两个人生泥煮成熟饭 太子大婚当日闹出正等丑事 皇帝气得不行 直接把周瑜和方家全都谢了十全 周瑜本就不得皇帝喜爱 这样就更惨了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我总觉得莫名爽快 然而周锦却在身后拥住我 好玩玩 我们的新婚业 像别人不太好吧 我回身抱住周锦 夫君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闹 没得到好处不说 这样岂不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周锦抱起 我往洗床方向走 不知 许是他们上辈子 就没做好事吧 所以这辈子也没什么好报 我被周锦放在床上 他珍宝一般地亲吻我 可我心中还在想着周瑜和方家的事 夫君说得对 所以我们要多做好事 这样下辈子还会这么幸福 娘子 别想了 你夫君要坏了 说着 杀杖落下 我在周锦怀里 幸福拥了满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